那么在开始前的话 咱们先做一下准备工作啊 把这个扩建 换成这个天降正义啊 因为他这个共用CD啊 知道吧 他们连自爆都自爆不了 那么大佬的关怀要开始力啊 这玩意是最后一把了 下一把就是这个模式的精髓所在 大佬的关怀啊 给斯小白发点大便啊 没毛病吧 没毛病啊 我谈谈一个大佬的装备啊 怎么能给小白玩呢啊 给小白发大便啊 才这个大佬应该做的事情 这的话再给你们做个区分啊 随机规则生化 不等于随机武器生化 我说明白了没有啊 规则生化的话 除了部分规则有点意思以外啊 大部分都是垃圾规则啊 比如说这把啊 让路易的头变大啊 这点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将是纯字笔啊 但是话已经不重要了啊 咱们对吧 就等下一把啊 千呼万唤使出来 坐等大佬的关怀啊 萌萌关怀房里面的小白狼魂妹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的话不要一开始就买啊 我们等到一时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买啊 让他们先看一下 好差不多了啊 哎大佬的套砖上线 喜欢不喜欢不啊 骗真一秒啦 骗真一秒啦 自爆都自爆不了的朋友 然后咱们等个箱子买四眼套去啊 全方的话都是打币啊 只有我是四眼套啊 这对吧 不亦乐乎 哎等一下 我操怎么还 我怎么会有几把毛呢 我买的不是射玩铜币的吗 我操怎么哪有几把毛呀 哎不对吧 我操老子妈买的是射玩铜币 哪有几把毛呀 啊 哎我这是操了就 哎老子买的不是垃圾吗 我靠 为什么他们小白 他们还有龙枪锤子几把毛 什么情况呀 什么情况呀这是啊 路易啊路易 这个模式最有意思的规则 被这个死了骂的畜生搞没了 老子怎么明明买的是垃圾啊 准备破坏小白啊 这下倒好 我成小丑了啊 我成小丑了啊 你们可以发现啊 他们都是USP加刀啊 这说明什么呢 我买的垃圾没有同步过去啊 啊真的是牛逼啊 我迫害我自己啊 死了吗的畜生路易 他妈搞这种鸡巴bug出来 我真的是没话说啊 对吧 这个模式最有意思的规则啊 没有了 啊这是那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那还有什么意思呀啊 垃圾游戏啊 垃圾游戏啊 纯他妈废物游戏啊 本来是大佬的迫害 对吧啊 今天我他妈先变成50小丑了啊 我他妈这把纯小丑啊 纯小丑啊 我开局自己给自己卖了四个大便啊 然后被抓啊 然后小白的话 他们对吧 武器不同步啊 他们默认的这什么刀 就是脊棒棒的话 他们可以玩脊棒棒啊 然后他们可以捡到四件套啊 然后这把话 我被我他妈变监视啊 然后我现在又傻变监视啊 自己破坏自己 他妈纯小丑啊 纯他妈小丑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是路易死了 亲妈啊 路易和他喜欢的全饭桶的程序员 全是废物啊 全是废物啊 这个模式唯一的一个 有节目效果的一个规则啊 被这个畜生路易搞没了 我辛辛苦苦啊 打了他妈一整把 就是为了最后一局 给小白蓝国妹发垃圾啊 结果你 你把我的乐趣都给我剥夺了啊 那我还玩你妈玩 对吧 生化贼我也不想玩 生化贼啊 全都是路易亲妈的臭逼复活点 我真的生气啊 我是真的生气啊 这把纯小丑啊 纯小丑这要吧 太他妈小丑了 我操 不用以为他妈可以破坏狼国妹啊 结果我自己给自己买大饼啊 然后被抓 玩第一的话有什么用的对吧 小丑的自我关怀